今次這張長話的題目叫做未來是 未來沒有確定答案 所以很想通過學生的想法 將未來的看法在長話裏表達 特別是校長今年訂了主題 我很喜歡英文的講法 Everybody matters 每個人都很重要 老師都很重要 學生都很重要 我將他們的看法歸納裏之下 法國園沿海有三個大主題方向 第一個是科技 主題是環保 三個題目在未來世界中 他們自己需要一些特質 我覺得科技可以幫助人類上太空 像我們小時候看的多拉蒙 可能有隨意門或時光機 令我們可以更方便快速地去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去到未來 我們的教育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所學到的知識 可能會比現代更加多 亦都可以選擇到自己想學的領域 因為這幾年裏面 都有全球暖化的新聞 亦都有電核廢料會排放在海洋上 肥料不好的壞處在身上會有副作用 或者對身體不好 隨著全球暖化 我們的生活就越來越熱 然後北極紅都沒有生存的地方 最近都探牌放很多 很多人都不懂怎樣利用環保 支撐這個地球 我認為首先比較重要的是你要有一個自信和謙卑的心 其次我認為是一個團隊合作的精神 其實沒甚麼是一個人可以做的 第一是要有創意 因為創意是科技無法取代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冒險精神 因為在這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困難和問題 所以開發者有冒險精神才可以做到 在過程中都是遇到很多困難的 我們會將不同的同學的構思結合在一起 這個稅有困難 但是這次就很開心 除了是我和同學之外 我們都請了一間機構一起合作 去處理這個場畫 他們有些導師可以幫我們 將不同的構思去整合 從一開始brainstorm idea 到他們給了很多不同的意念 我再整合轉化 之後我們就形成了一個畫狗 其實在我們的作品中間會看到一個大型的機械人 他象徵著我們的未來科技 前面其實看到很多人在這裡計劃他們的未來 畫裡面有一個機械人負責過裏的水 他過裏的水就會傳到海洋裡面 海洋裡面也有很多很健康的海洋生物 例如有鯨魚 有小臭魚之類的 都看到我們的幅畫 有手邊有一個恐龍穿著太空衣服 就想表達的是 想利用太空去更好處理垃圾的牌坊 令到生態環境變得更加好 其實一開始那張畫 就像一堆藍色線和一小腳 其實畫到現在我覺得真的很多得大家 就是大家風光合作 不同的顏色配搭在一起 然後可能這邊複雜上色 這邊就複雜汽稿 然後布色 我真的覺得 挺好玩的 我很開心可以選詩藝科 然後就可以去有這個畫牆畫的經驗 因為其實這些經驗真的很難有 有時戶外我們畫牆畫的 少不免現在暑假時份 經常遇上一些翻風下雨 有些項目可能自己做 那件事就孤單一點 天氣雜變 你自己抬回海 自己出來 現在整班同學一齊 會感覺開心一點 這兩個星期是一個開心合作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 那張畫除了漂亮 裝飾之外 其實也是一種豐富藝術 很想通過這張畫 通過學生 所表達的內容 我都想去奮行長足 這樣同學是經驗到 原來場畫可以彼此互相交流 亦將同學的想法去展現的時候 去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我都想去碰上 才能展現了 有時會收起 我都想去看 自己的手 都想去看 那張畫面 可以看 感谢观看